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永远在这里在讨论 每一个早上 当你今天离开这里以前 你跟十一个人握手 你的手昏 昏远一下 你的心是很断 OK 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 转发点 在这里有一个人物叫做 撒该 他的生命就在遇到了耶稣之后 人生有了一个很大的翻转 刚刚失败的人说翻转 我希望我亲爱的朋友们 无论你的年龄在哪一个年龄层 我希望你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机会 找到一个让自己的生命有翻转的一个机会 撒该他遇到了 我们先来看看撒该这一个人 我们来描述一下 这个撒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人高还是人矮 人矮小 OK 他是一个穷人还是富有的人 富有的人 你觉得他的人际关系好不好 为什么不好 他的工作在做什么 要钱的 睡间处的老板 OK 那请问这个人他是犹太人 还是非犹太人 外邦人 他是犹太人 OK 为什么 因为在当耶稣的时代 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是被罗马帝国统治 那你罗马帝国他的领域已经夸足了欧亚非那时候 所以这个地区整个都是罗马帝国的属地 那罗马帝国他采用一个政策就是 他的领土那么大 那要如何去统治 他就是把一个区块一个区块 然后选招一些人 对罗马帝国忠实的一些人 让他们自己去统治他们自己的人民 OK 所以 那个撒开他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请问 他是犹太人 但是他忠实的对象是犹太自己的同胞 还是帝国 他统治的对象是罗马帝国 所以这个身份让他跟犹太人被统治的犹太人 但是又是他自己的同胞 他跟自己的同胞 那个关系比较近还是跟罗马帝国比较近 罗马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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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 有了这样的背景之后 有了这样的背景之后 我们来看今天的节目 进入这一个节目 进入这一个节目 他见到了耶稣说 什么时候要经过他管理的地区 他因为人矮 他想要去见见耶稣 各位在这里又有一个前提说 假如他是一个很有名望 地位又很高的人 他会随随便便出去见一个 新兴起的小明星吗 而且他要去见他 他说人很多 他人矮 所以很难挤进去看不到 所以事先事先 在人群还没有完全聚容之前 他就赶快跑到前面 有一个桑树 他在那个桑树的上面 他知道耶稣会从那里经过 OK 请问一个有名望的人 你现在想那个画面 而且等一下这里会有很多的人 就聚容在这里等耶稣 然后他的头头生长在里面 你知道他这个动作 背后一定有许多的因素 就是他跟许多人 关系都很恶劣 请问你看他这样的态度 想要去认识耶稣 看耶稣 你认为他对自己的人生 是满意的还是不满意的 我的读法也是一样 他在这里 他在这个时候 他确定他的生命 人生观一定遭遇了什么样的难 人只有在自己遭遇生命的困境之后 他会想尽办法 只要他不怕人家 OK 假如自己觉得 我的人生很孙的 一切都很平静 一切都很亨通 然后我要什么有什么 他会不会跑去一个座大官的 然后去爬树 不可能的 不可能 所以这个前提就是看到一个撒该 他是一个有地位 有财富的人 他在人的面前是一个管理人的官 但是他的人生出了状况 他的人际关系很有问题 搞不好他自己 遇到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一个困境 然后他跟他的家人可能也出了问题 然后一直嘎嘎嘱 陷入旋风走不出来 怎么办 一开始走投无路的时候 他现在在渴望一个机会 耶稣 许多人对耶稣已经有一些耳闻 所以他要来 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他想要来找一线的生机 耶稣 想不到真的时间到了 耶稣要从这里经过 然后耶稣走过去的时候 却在那个上市下停了下来 然后抬头对撒该说 怎么样 撒该 撒该 撒下来 今天我要住在 奇怪 这一位耶稣他有怎么奇怪 就问耶稣会随便吗 耶稣不会随便 但是为什么在这里耶稣 随意的停下来 抬头 撒该 撒下来 你不要再躲在那 我知道你躲在那 不要再躲了 快下来 快下来 今天晚上我要住在你家 那不是很堂苦吗 那我老公 我老公 今天我要住在你家 还可以 还可以 因为已经有断的所事了嘛 对不对 哈哈 好 再来轻松吃喝了之后 今天晚上 正义师 我要住在你家 那我 假如我要说 贵家 今天晚上我要住你家 我把他收拾 哈哈哈哈 阿脸今天晚上我要住你家 你可能你家里有空间 但是你会觉得 不要把牧师 拜托你会找一大堆的理由 我们的房间没有整理 不好了 但是在这里 注意 这是一个对立的时间 一个人生已经遇到了 瓶颈的一个人 他试图在找一条出路 他找来找去都找不到 这两天我再安排一个人 他已经找了一年多 他的问题 他的恐慌一直没有办法 找不到 所以昨天我安排了一趟 我问他说 怎么样 很好啊 很好 留心生气 好啊 继续吧 可以 在这里一天一样 他在找一些生机 他在找的一个对象 我告诉你啊 亲爱的朋友 当你人生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在找 你要注意你找到的是谁 有时候你刚才困境的 你很可慕 你很茫然 然后你拼命在找 结果你找到一个车轨开的邮丹 你找错了对象 他提过给你的意见 指引给你的一条路 搞不好 又是未来 两年之后三年之后 又发现你都被骗了 你原本可慕 对他得到你生命的一个 好的正面的指引 结果几年之后 很多时候 亲爱的朋友 人生很多时候 在你当下 你都不知道是好是坏 要回头一看 那个回头一看 比如说回头一抹 但是很多时候 那个回头的时候 你的感情 你的婚姻 你的事业 你的人生 你的选择 很多时候回头 你很懊悔 那在这里 在这里 我想 就在这个对遇 一个傻该 一个生命出了问题的一个傻该 然后一个耶稣 耶稣开口了 他有没有回应 傻该有没有回应 傻该及时的给你 正面的回应 他马上下来 而且这个责马 中文有一个叫做 这里 马上 什么叫做马上的 你知道吗 跳在这门上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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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馬上下来 立刻下来 高高兴兴的接待 当他高高兴兴的接待 耶稣就进了他的家 注意这一件事情 耶稣呼叫 耶稣说 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 他高高兴兴的马上掉下来 高高兴的接待他到他的家去 他跟耶稣有一个对语 他跟耶稣有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面见 我们说的是面对面的时间 心灵跟心灵的时间 所以那一天晚上到底 他们吃了什么东西 喝了什么东西已经重不重要 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两个人在那里 那个晚上他们一定用很长的时间谈话 然后把心理跟人生了一大堆的困扰 他跟耶稣对话 对话了之后 他做了一个决定 主啊怎么样 我要把我一半的财产给穷人 然后第二个动作是 假如我在我的人生过程当中 当官的这一段路程当中 有讹诺诈人的他要几倍给他四倍 来我再来请你用想象的 你认为这一位 撒该当他在做官的这一段时间 他的心是坏的还是好的 好好想想看 他是会讹诈人的坏官还是很有公道的一个好官 都不是 他会讨计人的坏官 这个校长 校长在讲话有留有一地啊 我同意校长的话 他一定不会是一个患官 你先看 祂跟耶穌講話的那一個晚上之後 祂做了一個決定 主啊 我願意把我一半的財產 捐給我們這個部落 我們這個村莊貧困的窮人 這當中假如我讀詐了誰 我已經四倍還他 會一半切掉 剩一半對不對 因為過去一個人生 他是習慣性的 是一個貪官 鶴詐的壞官 黑官 請問他有告訴我 宰賞他貴了那麼多 他如果這個小姐這個村莊 所有人通通擠過來 一趟口罩再為你 但是他還能夠這樣 很大膽的這樣子宣告 我的看法是 至少他還是很有良心的一個官 至少他還是很有良心的亞伯拉罕的子孫 只是他在人生這一個時刻 他的心傾向於 他的心 他作為一個陀基克 他傾向於羅馬帝國 他作為一個統治者 他的日子比較好過 他的經濟 他的大群 他的家人的日子會比較好過 但是他的人生遇到了麻煩 他雖然擁有了財富 擁有了地位 但是他的人生還是有很大的缺頭 他的人 他的心 我告訴你啊 親愛的朋友 不管你現在的社會地位怎麼樣 要小心你的心 你的心什麼時候有了空缺 你的一生都是可能會出事情 就是你的地位在卑賤 你是一個勞力者 你是一個農夫 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修排行股市 你是一個修理歐巴 我告訴你 只要你的心是心滿意足的 只要你的人格是樂觀進取的 你的日子還會過得很愉快 對嗎 但是有很多人 現在這個社會上有很多人 他明明他一切的條件都比我們好 但是他過得很污毒 很恐慌 有沒有這種人 有 所以你的心很重要 你的心健康嗎 你的現在的心靈被什麼統治 你現在的心整個人生走向 他在這裡 親愛的朋友 我們看撒開 就光從這個經文來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可能我也要跳 在這裡 耶穌說 今天就恩進了這個家 撒開跟耶穌做了對比之後 他人生轉變了 這個叫做轉類點 英語叫做turning point 你的人生 我的人生 我們都不斷的不斷的要去尋找 自我更新的機會 小心讓自己在轉的時候 不要越轉越糟糕 你每一次希望你在人生的每一次的階段 希望你每一次的主日禮拜 你都要來尋找主啊 我今天我去做禮拜 我希望我能夠找到一句話 找到一個決定 找到一個我與神的臉 彼此相對通的機會 然後那個就成為 基於我生命人生一個轉變 要轉變一個非常重要的事 你需要放棄過去的一些東西 我告訴你啊 要丟棄過去的東西怎麼不容易 要丟棄過去的人生 習慣啦 生活啦 思想啦 觀念 我告訴你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每一次你要來到主的面前 要做這個的時候 我希望你能夠有這樣的禮拜 主啊今天我要去做禮拜 我希望能夠抓到一些你的應許 就像撒嘎耶利跟耶穌對遇 那個對遇那個晚上 祂的人生改變了 每一次祂都做了一個新的決定 讓自己的人生真的有一個 trend point的機會 然後讓自己的人生 從憂慮不安困雜 然後又不斷的轉向 轉到非常的單純 非常的光明 非常的喜樂 我想我們都在尋求這樣 所以聖經告訴我們說 你要保守你的心怎麼樣 勝負保守一切 因為你的一生的苦笑 從哪裡來 不斷的事情發生 所以你的心很要緊 今天你要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告訴你 不是外面的這一些東西 可以讓你變成什麼樣的人 是你的心 要保守你的心 我常常跟我的學生講說 拜託在你們大學的這四年 很誠懇地找到一個異性朋友 很誠懇地告訴他說 我們來學習彼此戀愛好嗎 我們來學習彼此被愛好嗎 大學四年 我告訴你 假如你沒有好好的愛一次 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那是最沒有壓抑的一個人生的階段 你走過了之後 馬上要面對外面的工作 面對外面的世界 但是我要接著我告訴他 人生要學習愛 被愛很重要 如何去愛人 不是說你要愛 就能夠很順暢 你除了要愛 那個愛的東西 要別人能夠接受 你越愛他 你表示 你對他的每一個動作 讓他覺得都很舒服 都很舒暢 然後 越來越仰慕你這一個人 但是很多人 你越要愛我 我越 我前面 剛才你知道 有這種人嗎 因為你愛我的方式 我不喜歡 你愛的那個態度 對我是傷害 所以 學習 一定要學習 如果去愛人 然後學習 如果去接受別人的愛 這個都要學習 然後我要告訴我的學生說 你要預備心喔 當你進入 真的進入有一個人 你邀請了一個人 跟你學習彼此相愛的時候 你要預備心 你的愛情可能是 中途會出問題的 會受錯的 兩個人到時候會分開的 你要有這樣的健康的心理準備 因為人生是要在不斷的磨練之中 在不斷的變化當中 那些事情都會刺激你 會刺激你 會刺激你 然後只有你的心意是健康的 所有的不順利刺激你 是在讓你有機會改變修正 讓你能夠成為一個轉捩點 Your life 有一個ten point 有一個轉捩點 所以只有你的心意健康 任何一次的刺激 它都會帶給你成熟與長大 你們要說Amen嗎 沒有刺激你就不可能長大 每一次的順利 你不可能得到完全成熟的人格 Sagai在這裡 他做了一個非常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正面的故事 Sagai他什麼都有了 但是他的人生是有問題的 是有作動的 所以今天他遇到了耶穌之後 他遇到了耶穌之後 他生命有一個更新跟變化 請你聽牧師的話 假如今天在座的任何一個你 你的人生真的遭遇到一些困境 瓶頸 傷害 讓你走不出來 讓你跟Sagai一樣 很多人不喜歡你 即使你手上有許多東西 許多的優點 但是還是有人不欣賞你 我告訴你 這是你的機會 學習Sagai的一個圖鑑 model 來你找耶穌看看 然後當耶穌對你講話的時候 學習抓住 當耶穌說Sagai快下來 今天我要住進你的家 Sagai馬上抓住這個opportunity 這個機會 然後邀請 快快樂樂的邀請耶穌 我希望這一位耶穌今天也能夠 被你邀請進入你的心 住進你的家 我希望今天這一位耶穌 能夠被你邀請進入你的人生的 某一個階段 讓你能夠好好的享受 跟祂在一起的對話 然後想一想 我的人生 我的行為 我的思想 我的平常的思考 跟耶穌能不能一致 調到一致的方向來 我告訴你 你的 那個 那個 耶穌對他說 今天救恩 來到這一個家 只要你個人 願意做這樣的 這個模式 我告訴你 不只是Sagai一個人得救 他的整個家都門復 一個人得救 全家門復 這不是我們的期待嗎 一個人出了問題 不是全家都受招殃嗎 每一個人都沒有辦法正常生活嗎 Sagai 他有許多的苦 他有許多的難處 他真的走投無路 他今天找到了一個機會 他跟耶穌 他緊抓住耶穌 耶穌把他帶進上帝的國度 耶穌把他帶進成為上帝寶貝的子民 耶穌把他帶進一個愛的團體 所以我們希望永福教會就是我們的團體 OK 但是 我想在這裡我要點出一個 這裡有一個非常好的畫面 就是Sagai跟耶穌有很好的進行事 對嗎 但是有一種人 他是很奇怪 他專門在找別人的小便主 他在很美的畫面當中 總是在說一些挑剔 不滿的話 批判的話 誰 三代飛下來 三代飛下來 三代集團下來 非常高興的接待耶穌 大家 大家的貪圈都怎麼樣 都滿意 都滿意 你總是有一種人 你不要說話就沒事 你不要說話就沒事 所以如果一開就是很難 他每一次講出來的話 都不是祝福的 都不是好聽的 都不是正面的 常常說話 讓人很傷心的 讓第一線在工作的人 心悔意忍的 而且這種呢 為數不少 大家 都滿意 因為 耶穌怎麼進了這個 什麼樣的 罪人的家 我告訴你啊 親愛的朋友 不管別人怎麼說你 是的 你是罪人 我就承認 我是罪人 承認自己的不完美 是高尚的行為 高尚的人德 你知道嗎 我在溫哥華 我牧羊的教會 曾經被其他的教會 一直說那個是什麼樣的教會 什麼呀 我就很大膽的在教會的文宣上說 是的 我以這樣的教會為種 我以這樣的教會的牧師為種 承認自己的特質有什麼軟弱 那不是 那不是可恥的 那是真相 請問我們是不是罪人 我們都是罪人 第一 所以感謝主 第二 上帝來是要愛罪人還是要愛藝人 感謝主 我們這一位上帝就是要 愛罪人拯救罪人 所以今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 是要給你的 不管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耶穌就是愛你到底 對嗎 對 所以我們給這一位聖誕節的耶穌給個掌聲 好嗎 好 但是我告訴你喔 我們的信仰中心不是耶穌 你會覺得很奇怪喔 牧師你怎麼在說這個奇異的 我再說一次 我們的信仰中心不是耶穌 耶穌說你們禱告的時候要向誰禱告 天父 天父上帝 你們禱告的時候就是要天上天父 所以你們每一次禱告的時候 我們在天上的父阿 但是到最後你們要說什麼 奉耶穌的名 我們今天能夠成為天父上帝的兒女 是因為我們藉著耶穌基督的釋架 藉著耶穌基督的愛 讓我們成為上帝的子民 注意 耶穌基督一生他在宣揚就是上帝 上帝的國上帝的旨意 你領受到這一點了嗎 對象要對 耶穌就是我們最 除去我們最惡的羔羊 耶穌就是那一條路 讓我們通到上帝國的那條路 耶穌就是這一個門 從這個門 走隨著他這一條路 進入這一個門 然後一直走向上帝的寶座前 感謝主 OK 我的信息講了 但是讓我看一下我的port point 好吧 今天我希望你去把握 我希望你去創造 OK 很多時候這個機會 你要自己去創造 很多時候那個機會 不是你創造的 他就像這一次 耶穌從那裡要走過 灑開是好好去把握 今天這個機會不是你創造出來的 今天這個時刻 這個禮拜 這個信息 是上帝為你準備的 我希望你能夠把握 但是你的人生 你還有很多的機會 你要去自我去創造 OK 在這裡有一個 灑開他爬上的一棵樹 那一棵樹是什麼樹 湌树 喪树 喪树 現在喪树還差一和 太爬了 會有 communities 做宇 mate 喪树 這個樹成為撒該遇到耶穌的一個工具 撒該不可能在人群中一個大官 怎麼可能在人群中擠來擠去 而且他又那麼小 難看 還真無路 OK 所以他藉著那個桑樹 各位 桑樹成為他生命當中的一個休息站 我希望你的人生也有一棵桑樹的出現 你找到一個桑樹 你找到一個休息站 在那裡你遇到了耶穌 在那裡你遇到了 讓我們的生命有一個新創造 new creation的一個機會 在那裡你可以安靜的思考 然後那個思考的時間讓你跟神變得更親近 讓你的心變得更軟 那個桑樹 我告訴你親愛的朋友 我們都需要 耶穌有沒有桑樹 請問耶穌有沒有桑樹 耶穌累的時候他常常跑到哪裡去 桑樹有沒有 耶穌常常獨自一個人跑到桑樹去 那個桑樹就是他的桑樹 那個桑樹就是他的安靜的時刻 那個桑樹就是他在把自己跟上帝 重新再做定位的一個地方 一個神聖的地方 你我我們都常常需要這個桑樹 各位我希望 我希望永福教會能不能成為你的桑樹 可以齁 我希望永福教會能夠每一次你來 就像爬上這個桑樹一樣 讓你在這裡要遇見真理的道 要遇見新生命的改造 讓你能夠在這裡遇見上帝的愛 生命是有機會轉化的 提升的改變的 OK 請問今天你願意讓耶穌住進你的家嗎 願意之進你的心嗎 願意 OK 講問你願意的話 我要邀請你 只要你心裡今天願意 我要邀請你 等一下我們要來守聖餐 我邀請你 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 不管你有沒有受洗 只要你的心裡願意說 耶穌啊今天我願意 在你的邀請之下 我願意與你共敬 愛餐 這是一個神聖的時刻 耶穌要藉著這個聖餐 進入你的心 進入你的生命 你要成為耶穌的學生 你要成為愛的使者 傳遞向這個世界 向你的家 傳遞愛和平希望 要讓你看見你在耶穌基督裡 你的生命改變了 就像傷害改變一樣 我們一起報告 天父上帝我們真的謝謝你 為了愛世界上的每一個人 你竟然讓你的獨生愛直 我們的救主耶穌 道成若生 誕生在馬朝 雖然祂的一生 在這個地上只有33年半 但是要從榮耀的天上的國度 被撕裂 道成若生成為軟弱的人 這是何等何等痛 何等何等的身廣高 是我們難測度的一個大礙 但是我們的主 我們的耶穌 祂真的順服了上帝的跡 就這樣來 今天耶穌不只遇到了撒開 今天主耶穌祂也遇到了 我們每一個人 祂在呼叫我們的名字 敬載敬載你快下來 今天我要住進你的心 你也在提我們的名 要進入我們的心裡 恳求主耶穌你的靈 聖靈也在這裡感動我們 我們能夠像學相撒開一樣 聽到了這個部分跟邀請 立刻跳下來 立刻開我們心裡的門 立刻請耶穌成為我們家裡的 衛兵 然後我們又不斷的每天的用禱告 用感謝 用詩歌 用俗經 用思考 然後來常常跟主耶穌對話 上帝要恳求你 把這樣的靈 活潑的靈 智慧的靈 懂得如何感恩 懂得如何常常在喜樂中 感恩過日的靈 懂得如何把每一個主日 禮拜天都當成是我們要爬上那個山樹的靈 讓我們真的能夠迎接祂 住進我們的心 我們的心就有主的同在 就在那個時刻我們就要翻唱說 這一位主就是我們以馬列印上帝與我們同在的神 上帝要謝謝你 就在耶穌基督的誕生跟十字架 表明了祂成為我們 做我們最好朋友的雀跡 我們恳求你聖化 這個擺在我們面前的聖餐 讓所有願意迎接你的 每一個人都有份 因為這個邀請是從天國來的邀請 這個邀請是主耶穌基督親自對罪人的邀請 我們不必要成為多麼良善 多麼好 多麼有多高德性的人 才有資格進入你的上帝國 我們還是要相信 只要我們誠心誠意的相信 接受 然後我們就能夠從罪人 一步一步生命被轉化 改變 成為上帝國度的子民 謝謝你 在耶穌基督的愛里迎接我們 我們非常感謝到耶穌基督的人 Amen